我今天的主题是 为什么太体贴的男生反而不受欢迎 我要跟大家说就是男生温柔体贴很好 也会让女生觉得你很成熟 但是如果你太体贴了 反而会降低女生的好感 体贴的话要体贴对方向 那体贴是好事 太过体贴的话就很容易卡关 尤其是有一种体贴是 他不是帮你拉开椅子 不是说帮你提很重的东西 或者是帮你开门之类的 而是那种询问式的体贴 像是什么事情都要询问女生的意见 想法然后才做决定 那如果女生说不出来 那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卡着 如果你太体贴啊 常做这种询问式的体贴的话 可能会出现四个现象 要是你让女生觉得说 你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话 她会觉得说 哦自己不是特别的那一个 好像你对谁都这样子 没有特别感 我要跟大家说就是 女生向来都是 在暧昧期间 特别喜欢男生把你当个特别的存在 这样的话她们才会知道说 她们跟其他的女生不同嘛 你在她心中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是 会让女生觉得你不会拒绝自己 所以可以欲去欲求 那你就很容易变成工具人 因为她会觉得说 今天不论怎么样 你都不会拒绝她 然后你都会答应 那我要怎么样做都没有关系咯 然后第三个是 会让女生觉得你优柔寡断 没有主见 而且没有自信 不是说 不是说询问这件事情不好 而是太常这样做的话 会让女生觉得有一点厌烦 如果你一两次这样 女生会觉得蛮新鲜的 会觉得说 哦你很尊重她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每次都这样 这样的感觉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小朋友 就是感觉什么都要来问你 然后会让女生觉得 嗯那到底 到底你会不会自己做决定啊 然后第四个 更严重的话会让女生觉得 你没有什么责任感 什么东西都要交给她来决定 那她在感情上就会 有点犹豫 会觉得说 嗯如果你连这点小事 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话 那万一我们两个交往了 是不是遇到更大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抉择呢 好那解决方式要怎么办呢 如果你想要兼顾体贴 然后又不想要让女生觉得 很厌烦的话 该怎么做 那就是不要每件事情 都询问女生的意见 例如去哪里吃饭 去哪里玩 你可以先说 你自己的两个想法 再问说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是你平常会问她说 哎你明天晚上想吃什么 或者是你想去哪里 可以改成 我知道一间很不错的寿司店 你要试试看吗 但要是她跟你说 哦她不敢吃生食 你就可以改成问说 那意大利面怎么样 我听说某某店很好吃 一起去吃吧 就是已经先提出了一个想法 然后再问她说 哎你觉得呢 这样的话也不会让女生觉得说 你态度太强硬 她就比较好提出自己的想法 她也不会说自己不吃生食 跟你说 嗯好啊 不会嘛 她也会跟你说 那个哦我不太敢吃生食 或是哦我很喜欢日本料理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好 这个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主题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到我的粉专按赞 或者是来追踪我的YouTube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恋爱资讯 那别忘了来订阅我的PressPlay哦 我是乙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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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